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泰国南部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暴雨和强降雨天气 帕布台风引起关注是因为专家预计 这或许是继1989年热带风暴哈里特之后 破坏力最大的一场台风灾难 宋卡官员提醒泰国南部地区的公民和游客 要加强安全防范 如果遇到暴雨天气就要避免出海 或者是参加水上活动等等的项目 现在泰国南部的各地区已经开始进行台风防御工作 在帕岸岛线 民众就纷纷驾车到加油站囤积车游 不过这就导致所有加油站的汽油供不应求 从2号的傍晚开始就已经停止服务了 那除了油站 便利店 商店和超市等等也都挤满人潮 民众都在暴风来袭之前做好准备 那当然泰国部分的学校呢已经宣布停课 以防止帕部队师生安全造成威胁 部分的学校将会被用作民众的避难中心 据了解 在2号傍晚有春澎湖的民众就拍到了 大片的深橘色红色的这个晚霞 这个现象呢其实不常见 有网友就表示这就是台风来袭的预兆 不管是台风 地震还是海啸等等的天灾 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了 气候变暖的现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关注的问题 泰国南部这几天确实不适合我们前往旅行 但是无可否认它是全球观光大国之一 很多人喜欢去泰国不只是东西价廉物美 而且呢食物很适合我们的口味 但是泰国的旅游乱象却层出不穷 其中低市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观光警察局统计 2018年全年共处理上千件有关低市问题的案件 当局更逮捕了12679名的低市司机 当中有低市司机呢是拒绝载乘客 有的呢就是拒绝打表 有的就是违法超收车资 观光警察还抓了6000多名的旅游相关业者 罪名是提供客人低质量的观光 不管去哪里旅行都要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是遇到问题一定要向该国的相关单位做出投报 那之前的早点online呢就有提到 在中国和缅甸的边境 有一个叫一寨两国的地方 两个国家的人民可以自由的穿越边界 还有一户人家的卧室和客厅 各有一半是在中国一半是在缅甸 那其实呢这个地方最具焦点的其实是一座桥 这座桥不大看起来只有5米左右 但就连接了两国一端是在中国一端是在缅甸 而这座桥的本身也是相当值钱的 因为呢桥身是用了很多的翡翠玉石珠宝来镶嵌而成的 用入眼直接看到镶嵌上去的翡翠玉石 那据说这座翡翠桥用了7777块的翡翠玉石铺成的 不过呢很可惜的是 现在这座小桥变得千疮百孔 因为很多的翡翠玉石被一些游客给敲了下来 然后带走 这些玉石都是属于公共财产 有去那里游玩的话呢 就请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这座小桥 再来带你关心各报的重点新轮 The Star新报 反弹会接获投报指我国橡胶局涉及几宗可疑交易 损失金额接近10亿令吉 当中包括一宗政府内部的土地交易 以及一个发展项目 新州日报 学校拨款索取30%回扣的事件引起巨大回响 来自政界和教育界的人士 除了促请受影响的学校和单位挺身而出 向反弹会举报 他们也要求政府马上检讨拨款制度 南洋商报 全国人民关注的燃油价格预料将从星期六开始全面下调 根据可靠消息 包括RON95 RON97和柴油 每公升的零售价格预计将一律下调27仙 中国报 原产业部长郭肃庆揭露 前朝政府在2010年指示橡胶局已低于市价 也就是15亿令吉卖出双膝毛诺2800英亩土地给财政部属下的特殊项目公司 导致当局亏损接近8亿令吉 光明日报 就在餐馆禁烟令正式实施的第一天 沙南一家餐厅的员工劝请烟民顾客不要吸烟 结果却换来顾客的一巴掌 光华日报 可靠消息证实 国内油站业者已经知道燃油零售价的下调幅度 RON95和柴油都预料下降27仙 无论如何有关调整还有待当局的正式宣布 988早点online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下次再聊